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元甲为什么名气这么大 哎 这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咱们内地从香港引进的第一部电视剧 获元甲说起 那会儿呢电视剧一播呀 那可以说是万人空巷 啊 一个是对这个电视本身的稀罕 那更重要的 那当然就是这情节 确实吸引人 影视剧里的获元甲武艺超群 啊 拳打西洋拳师 脚踢东洋武士 创立金舞会 为国争光 啊 一个字 赞 可今儿 洪雨呢要跟您说 这些桥段 有可能是假的 假的 有人肯定要说了 说洪雨你这不是瞎说吗 这都多少电影 电视剧都是这么拍的 那还能有假 哎 不信呢 您听听下面这位的说法 因为他也交手 这有两点呢 他是影视剧名的需要 情节的需要 说话的这位呢 您可能看着不熟悉 可我要是一介绍呢 您就知道他说的话 那可有分量 他叫向小光 平江不孝生的孙子 那这平江不孝生 那又是谁呢 哎 爱看武侠小说的朋友啊 那可能知道 这平江不孝生 在民国时期内 可是不得了的人 相当有名的武侠小说家 江湖地位呢 就跟咱们今天说这金庸古龙差不多 平江不孝生的当年写了一本书 叫近代侠义英雄传 霍云甲的那些英雄故事呢 哎 就是从他的那本书里边出来的 最早期霍云甲的是 向凯燃 是我总父 八十年代 从不是香港一个电视零视剧 在大陆就播放以后 基本上可以说万人坑现 霍云甲这个人物是家喻户晓的 听明白了没有 也就是说呀 咱们所熟知的霍云甲的那些故事呢 都是人家平江不孝生写出来的 然后呢 有香港电视剧 按照书里面的情节呢 进行虚构加工的 所以呢 关于霍云甲的故事 作为平江不孝生孙子的向小光 那自然很有发言权 那么 历史上的霍云甲 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武功是否被过分渲染了呢 他人生中的三次打擂台之战 那又是否真的存在呢 咱们先看看影视剧里面最精彩的事迹 也就是霍云甲痛打 外国大历史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令人感到诡异的是 当我们来到湖南长沙 也就是平江不孝生的老家 找到向小光 看到那本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时候呢 发现在小说里呀 根本完全找不到霍云甲 和大历史过招的影子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擂台比武的事 它根本不存在 霍云甲他没有跟外国人交手 但是电视电视剧里面就跟外国人交手了 向小光的这番话呢 着实让人震惊 感情这小说和影视剧 它都是两个版本 那到底哪一个说法才是事情的真相呢 还是说真相另有其他呢 这确实让人更加好奇了 不过呢 人家向小光说了 说你们要是想更加深入的了解霍云甲 那还是往他的老家去一趟吧 那儿呢 有他的后人 还有不少研究霍云甲的人 你问问他们 说不定能够搞清楚 这主意不错 好在霍云甲的老家那是众所周知 也不难找 哪儿呢 天津小南河村 到了小南河村呢 我们见到了这位陈曲 也是位作家 他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呢 以小说霍云甲震惊文坛 跟其他研究霍云甲的人呢 他不一样 他说出来的话 那更能让人信服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啊 他就是这小南河村的 而且呢 跟霍云甲呢 是邻居 我对霍云甲这个事呢 是早就管住 管住的原因是 我就在其中 进水楼台 我跟霍云甲是邻居 这个地方就是过去 这个小南河老村 我和霍云甲这个 做邻居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一个胡托 南北向胡托 霍云甲呢 是在胡托喜 我呢 是在胡托董 在这一片 这一片举住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咱们现在看这田地里的模样啊 已经完全想象不出 一百年前的景象 那既然找到了霍云甲的邻居 刚好他又是研究霍云甲的作家 那就得赶紧问呢 跟这大力士打力台 这事他到底有没有啊 哎 这作家陈曲 他就卖起来关子 说这事啊 啊 也可以说有 也可以说没有 怎么呢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话说 那是光绪27年的一天 霍云甲呢 正闲的没事的在街上晃呢 偶然就接到了一个广告传单 1902年 把国联军进入北京 进行侵略那些侵略战争之后 由一个这个傻黄恶锅的大历史 到这个田径来卖艺 他自称呢 欧洲第一大历史 当时在撑响西院 没凯昌之前呢 他在报纸上呢 这个做广告 就是吹嘘 自己怎么怎么厉害 总国人 怎么怎么不行 怎么怎么是这个东亚病夫 这个此次我到总国来呢 更不会遇到对手 如果自认打不赢呢 就跪在这儿 叫三声 我是东亚病夫 就准他下台 当时呢 霍云甲看到这张广告啊 那就一个怒火中烧啊 当即就决定要去挑战一下 啊 这个号称是欧洲第一大历史的人 和他较量一番 二话不说 霍云甲呢 直接就去了城乡喜悦 看到了舞台上 正在表演的俄国大历史 我看他的这个表演 还确实是很厉害 你比如有这个就是 沈上放一个大铁板 铁板上呢 是放一个拍桌 然后撕把椅子 又有四个人 在坐这个铁板上 这个打打打拍打麻将 另外呢 还有这个就是 沈上掺这个锁链 大铁链子 然后掺紧了 这样一一蹦进 这个铁链就就断了 您瞧 这一身的横肉啊 那确实吓人 霍云甲呢 直接就跳上擂台 打 听 既然霍云甲是收到了传单 去应战 那看得出来 这事在当时呢 应该轰动一时 那报纸 那应该有记载呀 没错 赶紧去天津图书馆 找资料 插关于 欢迎甲 当年在这个 乘党系统 给俄国打历史 那个 不知道能不能插到 去看看 插一次试试 就往大红报 就往大红报 对 01年的也有吧 01年的没有 就02年 那我们翻一下 天津未成突 如果有成祥席院的话 就知道了 在那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天津老称的喜南 这就是称祥离堂的 这个所在位置 已经拆了 现在又变了 变成别的建筑了 这个称祥离堂呢 就是当年霍云甲 在这个地方 要跟俄国大地市 进行比武的地方 这报纸 报纸找不到 戏院 戏院呢 他也拆了 那咱们只能通过后来拍摄的影视剧来回味当年的场景 您瞧 这影视剧里面的打斗啊 那是大坏人心啊 百姓们呢 也是拍手叫好 对这个霍云甲 那是充满了崇拜和钦佩 可陈曲说了 事实上 霍云甲呢 确实上了擂台 但这场价压根没打成 奇了怪了 您说这擂台都上去了 那怎么会没打成呢 拳打西洋拳师 脚踢东洋武士 这些故事是否真实存在 对战山东大汉 精彩窑子大翻身 竟是一场表演赛 一代侠客霍云甲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经济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历史上真实的霍云甲 他确实接受了 俄国大历史的嚣张挑战 他站上了对战擂台 但这作家陈曲却说呀 说这场万众瞩目的约架 根本没打成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俄国大历史呢 一开始就说 怎么还会有 有感跟我教练呢 最后跟霍云甲这么一见面 一看他那个气势 就有点气馁了 官家就是 无形中啊 这个良个言带着一种影气 一种耗气 他有一种震慑的 俄国大历史呢 他就不一样 他的目的是为了夸大自己 为了夺赠民票 挣钱 这样良个人的出发点 他就他就不一样 俄国大历史呢 就不敢跟官家较量 就是避免这种这种风险 不愿意担这个风险 明白了吗 这所谓的俄国大历史 他其实他就是一个艺人 人家是来卖艺 他赚门票的 他根本不敢接受霍云甲的挑战 更别说比武了 自然也就没有了影视剧里面那些喧闹的打斗场景 那这事最后是怎么了的呢 坏人家说 你要是你要是不较量 你就必须等报承认错 你这个就是污蔑中国人的那些话语啊 你得收起来才行 最后这个逼迫这个 这个俄国大历史 最后就守回了自己那种 对中国人的这种不准净的那种语言 进行道歉 霍云甲等于是不战而胜 下退了俄国大历史 虽然大伙都没有见过霍云甲的真功夫 但当时坊间呢 就传开了霍云甲这个名号 不过呢 那时候的名信呢 还不算大 就在天津范围内传播 七年后呢 在上海的那次大历史挑战 才是让他真正成名的一战 到1909年 上海又出了一件事 就是影国大历史奥匹印 到上海探呢 静暗四路 有一个掌势魏春渊 在那拱园里组了一块地 打了一个擂胎 然后也是较量 说是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历史 锤里更大 中国是战败国 就是到你中国来 他随便的这个侮辱 侮辱中国人 嗨 感情外国大历史来了 都这一个套路啊 就是这气焰嚣张 没办法 管用啊 当时呢 整个上海是民生沸腾啊 大家呢 大家都盼着能有一个有本事的中国人站出来 为大家出口气 灭灭这个奥匹印的威风 有事之事呢 就都想通过自己的关系 在全国各地啊 守罗武林好汉 能到上海潭 来来站一下这个奥匹 打下他这个消灵蟹 这个霍远家知道这件事以后呢 就马上决定去 扁云山老人呢 是霍远家最小的徒弟 在17岁那年 霍远家去上海打泪 扁云山嚷着肥要去 要跟霍远家一块去 结果呢 霍远家就没带他去 带着刘真盛去了 为什么不带呢 霍远家说了一句话 这是扁云山老人跟我说的 他结巴 说你你你你你还没撑下 你你你没后 你不能去 就是这个霍远家就当时 去应战奥匹 也是抱着一种 不一定能胜的这么一种形态 也许就得死在那 哎呦 你想想当时那架势啊 坊间都传开了 说霍远家在天津 打败过俄国大历史 现在强势应战英国大历史 一个字牛 这可是当年大战前夕的最大的噱头了 这个上海的施暴 在09年的12月份 有一个广告 现在那个施暴上还有 就是说 欢迎战家到了 上海了 然后约奥匹尹比武 结果奥匹尹呢 找不着人了 跑了 不对啊 咱们在影视剧里面看到最主要的一段 打大历史 他就是跟这个奥匹尹对抗啊 那怎么就这么跑了呢 别急啊 人家又回来了 1910年的春天呢 呃 这个奥匹尹又露面了 这次呢 霍远家就 在这个奥匹尹的对面的擂台 也设了一个擂台 直接叫完 就是我 我设立了 我不是为了跟中国人 比我 我就是专手外国大力 不是世界地益大力 是什么 我就 我就对你这来的 虽有通批铁骨 无所对眼 哪怕你是有通批铁骨 我也不害怕 我就要 给你教练一下 坦白叫板 您说 这都公开叫板了 你奥匹尹再跑 那说不过去了吧 哎 这位英国大力士 他只好硬着头比上了 不过呢 在正式开打之前 人家啊 还要提了很多奇怪的要求 奥匹尹呢 一看这霍远家 这个气势 也是那样 这个奥匹尹 你怕 就提出条件 就是咱们欠合同 咱得说上 咱们B5的时候 你不能用拳打 你不能用脚体 最后奥匹尹一看 也笑了 就是说 你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是怎么比呢 比什么呢 就是你不管怎么踢吧 我也同意 我就是要跟你比 奥匹尹就没有退路了 只好同意 欠了 欠了之后 在确定的那个日子 比赛那天呢 奥匹尹按照时间 早早地在那儿等着 结果 到时间以后 奥匹尹不见 又等 还不见 结果等了一上午 也没来 最后有人说 就是去找吧 一问 奥匹尹千天晚上坐船 已经跑了 去南央了 弄了半天 又跑了 真是 当然 这件事能让货源家 一时间是名声打造 可以说全国人民 都听说了这个名字 知道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故事 可问题是 这两次面对大历史的挑战 都没达成 也没人亲眼看到他的武艺 这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纵使你货源家气场强大 威慑强敌 但到底有多大本事呢 没人知道 就是好不容易北方来一个天津的货大虾 也没看看他这省熟 这个活 这个事就弯了 特别遗憾 就是围着这关家这个擂胎啊 不愿意散 都想看看 关家就设计了 为了不让上海 这个各位 这个 这个失望啊 就是咱们 中国的各路武林英雄好汉 有愿意上来啊 咱们切磋切磋的 给这个上海民众看看 咱们 中国的武术 哎 就这样 盛情难却的货源家 只好在张元 他继续摆擂台 说咱们武林中人 一块来切磋切磋 话说有一天 还真有一个山东大汉的跳上了擂台 他自称张文达 上台后 那说话呢 是相当不客气 嚣张的不行 点名要这货源家出阵 决一辞凶 那这次打了吗 打了 当时呢 货源家是一跃而起 直踏鸿门呢 只一招就把张文达呢 推向台下 而就在张文达 即将摔下擂台的时候 却一把抓住货源家的衣服 并朝货源家的这胸部呢 奋力蹬出一脚 货源家是闪身躲开 一只胳膊就拖住张文达的腿 另一只手呢 朝他的腹部 倒出一个窝渡拳 张文达见识不妙 急忙 要子大翻身 跳到了台下 漂亮 观众呢 终于是见到了货源家的身手啊 那这么说 那货源家武功盖世 他应该没跑了 不过呢 估计您肯定想不到 有人又说了 说慢着 这也是假的 怎么呢 原来 这其实呢 是为了满足大家想看比武的愿望 事先商量好的一场表演赛 上台第二天 去比武 扁云山 讲过这个故事 然后那这个 等于就是 我的腿下台去 腿下台去 最后呢 等他一个要的反省 落地 也没得面子 可能就是 这一表演 再好 这人们一看 又再好 这个就特别的 这个高兴 两次站在擂台上 对战外国大历史 那都是不战而胜 好不容易 有次动真格的 结果呢 还是想表演赛 那么货源家的真功夫 究竟有几分呢 依旧是个谜 不过呢 货源家他有一个 在传弟子叫李廷吉 他倒是听师傅 说起过货源家的功夫 这个活四爷 对我们师傅介绍呢 是个善不仁呢 就这个人呢 就是力气大 就是说赶上那个 回奴村 见着活四爷了 就到他们 到师爷家去的时候 活四爷就一身胳膊 那次活着 在这上面 练练杠子 就是 咱身也不太大 十多岁的小孩吧 在他胳膊上 能够 能够 就挡杠子 那点 我们师傅还说过 一个这个事 奴村压梁 是那个大年子 可能得有几百戒 他能举 那扭托 一扣 扣起来了 能白弄他 那个就是个挺大的力气 力气大 可这力气大小 跟会不会功夫呢 还是两回事啊 也就是说 霍元甲的功夫 还是没人见识过呀 不过呢 当时的社会风气啊 一下子就被改变了 那本来上海 那是什么地方 十里洋场 灯红酒绿 可自从霍元甲的故事流传开 民间呢 不自觉的兴起了一股 上午的风气 夏季呢 各学校都放假 学校就都请 霍元甲使徒啊 上学校去 当教练 这样是你也请 他也请 弄得还挺火 结果就妈妈给我来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像 通蒙会的这个 陈其美 还有龙金孙 这些人 就突然就蒙成一个 一个想法 就是就这个机会 在上海创办警务体育会 这样呢 这是一商量 跟霍元甲一商量 霍元甲也同意 这上海警务会 就就成了 金五体操会 崇尚三玉 玉体 玉智 玉德 无数乃玉体修身之法 无分能开 以交流互进为其精索 体格健壮 智德兼备 国民 方能振兴的强 国民以我自尊 家里佛祷之臣 不准难用武术 西洋台湾 全力回备 自强主义 没想到 金五会的成立呢 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他们呢 找上门来了 点名要跟霍元甲切磋武艺 那有观众要说了 说该不会又没打成吧 哎 红宇呢 提前跟您说 这回啊 是真打 不战而胜 两次下跑大力士 霍元甲壮实开办金五会 面对日本人的挑衅 霍元甲积极应战 结果如何 事业未成 且英年早逝 病死说 要死说 仇家暗杀 到底哪个是霍元甲的真正死因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霍元甲呢 两次不战而胜 吓跑了外国大历史 一时间呢 国民呢 是上武之风盛行 霍元甲呢 在进步人士的带动下 开办了金五会 可这金五会 刚成立呢 他就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这个时候呢 就是突然 日本肉道队 就选了十几个警干的这个肉道队员 到上海来了 要跟这个警务体育会啊 跟霍元甲要比武 很明显 他们抱着一个政治目的 一个是呢 他日本本来他就是战胜国 中国当时是战败国 他们希望保留这个历史 不希望中国再有枪声的那个喵头出现 再有一个目的呢 就是啊 因为这个霍元甲 战过这个俄国大历史 英国大历史 别的国家都不行 都没战过霍元甲 你看看我日本的 所以呢 他就是警权十几个人 到上海外 要战霍元甲 那目的呢 是明白着 要把警会扼杀在妖兰队 要把霍元甲 最好能给他灭了 这回要面对的 那可是日本柔道高手啊 他们不再是卖艺的 更不是表演 而是精挑细选的高手 专程为了打败霍元甲而来啊 直到这一次 霍元甲的武功 才彻底展现 大伙呢 也终于有机会 见识到鼎鼎有名的 霍家秘宗圈 就正式的这种 霍元甲的武术呢 加川的武术呢 名字叫弥宗义 这个弥宗义呢 在这早在一百年以前 就是说就有人在阐述过 就是霍元甲 到霍元甲年代呢 就是已经算第七代了 他这个义里边呢 就不光是包括弥宗拳 其他的拳种的 像练手拳 什么弹腿 这个对手拳等等吧 这都是弥宗义里边的 这次比武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咱们看当时的史料记录 双方交手数回 彼此艰难入购 其形势 以及元甲与幼 其日人幼族之辈相等 其差异之点 乃忠心定力 优劣之势定于一线间 日人突袭元甲 元甲的反击日人 由此 日人之幼族 在未取得主动地位时 元甲一乘主动 乘势一推 竟跌 遇人于天界中 不幸断其右手 结果坏家把这个日本揉到队 队长也打败了 这个胳膊打舌了 当初这个事 你想想在当初很出气 因为咱中国呀 那是一个收亚国 收人民历史 就收人亚国 你说出来这么一个人 能把他们给打了 那是狠 包括从大力方面怎么样 就从这个 很让中国人 央眉头戚 这场胜利呢 可以说让无数国人 是彻底出了一口气 霍元甲 不做一切病夫 更不愿中国人 成为东亚病夫 所以呢 无论是卖艺叫嚣 还是真枪实战 他都敢于战胜擂台 向世人招式 中国人可以赢 洪云响呢 这就是他能够让人 铭记至今 被当作民族英雄的 精神作战 不过呢 这次比武后不久 霍元甲迎来了生命中 最大的危机 怎么呢 先给您看一段影视画面 您看到的这段呢 就是影视剧中霍元甲被对手下毒 最后呢 死在了比武现场的画面 事实上呢 霍元甲当时赢了日本柔道队后 日本人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恶意 而是贾心和霍元甲交起了朋友 没想到最后呢 还是被这个所谓的朋友 害死了 吃饭的时候呢 这霍元甲就磕磕 磕了以后呢 就带点血 他自己这个苦练练武的时候 就已经坐下了一个 捞上了一点梗 只要用力太蒙了 太捞累了 就磕 磕以后带一点血 这个情况被日本柔道队 他们那边发现了 然后就说 给霍元甲介绍医生 我们有一个日本医生 叫球爷 质疑这个病 那是非常的大手 关家就始于防范 通议让这个球爷医生 给他治病 结果这个球爷医生 在治病的过程当中 给他配的药 他吃 吃到二十多天 这个病啊 就是越来越重 感觉不好 后来就是 这个冬金层医生 他们发现这情况之后 就赶紧 哎呀 这个药就憋吃了 拿到党实上 还有一个拱益医院 结果化验设备 一检验 说是慢性 滥肥药 这是党实的这个 化验结果 这个老警无本纪 里有记者 结果 发现了 是滥肥药 不能再死 但是已经完了 又过 那个一段时间 霍元甲就 不知什么 霍元甲去世的时候 金武会 才刚刚成立七十天 这个一直追求 为民族争口气的英雄 年纪 四十二岁 最上面老祖宗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就这么拍的 霍宫和他的老伴 实际上霍宫的 这个 这分太纪念国了 这是一个夹的 就是每年到这拜祭一下 就是一个夹 零拍吧 拍位吧 霍元甲做一个 金武会的一个 代表性的历史人物 其实对金武会的 以后的发展 包括现在的发展 都起了很 举着轻重的作用 没有霍元甲 也没有金武会 日本人害死了霍元甲 意图消灭金武会的阴谋 并没有得逞 霍元甲的死呢 没有让金武会解体 反而呢 让金武会更加团结 甚至呢 延续到了 今天 今年五月份 上海市金武杯 第十七届 中小幼武术比赛 顺利召开 这个金武杯呢 它是由上海武术院 与上海金武体育总会 共同主办的 护上传统赛事 连续十几年 未曾间断 那么霍元甲呢 百多年前埋下的 那颗习武强身的种子 也在百年后 生根发芽 或许呢 关于霍元甲的故事呢 并没有和人们 预期的完全相符 但是呢 这位民族英雄的 传奇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却早已留在了 咱们中国人的心里 为后人称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